大家好,我是陳詠欣,Jofie Chan 拍攝的日期1月17日 今天有不少觀眾朋友WhatsApp 問我是否會選特首 因為看了《香港01》這篇報導 首先很感謝觀眾朋友的口愛和偏愛 我自問自己不夠條件 主觀和客觀都不夠條件 亦希望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說一說《基本法》 《基本法》第44條都列明 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要由年滿40周歲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的人士 才可以去擔任 我自己未夠40歲 過往亦因為在中學留學海外 大家都知道我大約多少歲 不過今天想就這篇報導 和大家來一個獨家爆料 先和大家說這宗消息究竟是否真的 和大家說是真的 的確是有一個藍營KOL計劃出選 如無意外的話 會如報導所說 在這個星期公佈 不過不知道 有沒有因為事件曝光之後 會影響到部署 不用大家猜 我是知道那個是誰 我也問過當時人 是得他同意 今天和大家拍片去討論這件事 而這個前在的參選人也有找過我 我會和大家獨家披露一下 真的是獨家 首次公開的 我也會和大家說說 報導有甚麼不準確的地方 除了說藍營KOL 我也會和大家說說黃人的KOL 他就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就是高級港師蔡子強 相信他的樣子大家都會認得 因為TVB經常會訪問他 給一些評論 很棒 因為他這個大王人 露出真面目 19年就叫年輕人先行 現在他自己先走 宣佈退休 更加賴年輕人 說他們走得那麼前 令他們輸到盡 他的所言所行 我都會和大家回顧一下 我覺得很值得記載下來 讓小王人知道自己有多錯有多笨 被這些學者大王人利用 這些所謂的學者大王人 就可以拍拍屁股 但被他們利用完的小王人 現在坐完監出來就什麼都沒有 有些為了不用在香港坐監 就走了老去英國 不過看怕 都很可能避到初一避不到十五 要在英國那裡坐監 而去英國的小王人 現在就沒事做 久不久都會出來搞示威 剛剛星期六 即1月16日又搞了一個 出現了什麼笑料 我都會和大家說一下 更加有人踢爆 自己是有收錢出來的 最後我會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中央政府打探的決心 如何自我改革 非常震撼的一個特輯 所以我都必須和大家說一說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昨天在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中央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 我妹同攬叉械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到惡意攻擊 以圖令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邊看影片 一邊讚好和留言 對上一條影片 就是受到YouTube的打壓 所以出現了一些異常的情況 所以希望大家一看到我的影片 一出街 就立即要收看和讚好 就可以防止YouTube的打壓 另外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追看陳詠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和印論證 先和大家獨家爆料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場行政長官選舉 即將在今年3月27日舉行 提名期會在2月15日開始 但不會到提名期開始 即2月15日開始籌備參選 實際來說 亦因為一公佈參選 就開始計算他的經費 所以在此前 只會說自己積極考慮 就不會說是參選 的確有一位男型KOL 是積極考慮參選行政長官 我早就知道 而今天和大家拍片說 亦得到他的同意 我亦有我的原則 我亦答應了他 不透露他是誰 不過我亦會和大家說說不是誰 大家也可以留言猜猜 我就不會說是或不是 又或者你認為哪一個男型KOL 應該要出來選 也可以說說 香港01就說 聽聞有一名在網上 坐擁十幾萬粉絲的男型KOL 最快會在今星期內搶集 宣佈參選特首 可以和大家說的確是有 亦是十幾萬粉絲的頻道 大家也可以做功課 收窄一下範圍 01就說到這名KOL 數來勇於在網上鞭撻林鄭政府 成為特首參選人後 相信他的炮火會更加猛烈 而香港01也說到 這名KOL 會配合近日不斷叫陣的良盈 首先 那名KOL是敢於指出政府施政的不足 不過他無黨無派也不會配合良盈 據我所知是不同的陣型 01也有引述 那名KOL向他的朋友表示 有信心得到188張選委票 成功入閘 而且已經組建了他的競選團隊 不像是玩玩一下搏出位 的確是 我昨晚跟他通過電話 他有信心得到提名入閘 也組成了他的團隊 那到這裏 我也想和大家來個獨家爆料 這名KOL之前 也有邀請過我去加入他的團隊 不過我就遠距了 因為立法會剛才開局 我也想專注在立法會工作 真的分不了身 如果我答應做 我就會全心全意全程投入去做 但我現在實在兼顧不到 所以我就遠距了 看片的這位KOL人兄 希望不要介意 日後如果有什麼幫得上忙 就像《以天屠龍記》中的張毛記 和趙敏所說 我力所能及 又不違反原則的話 就隨便說 我都會盡力支持和配合 至於說他不是玩玩一下搏出位 這也是真的 因為我所知道 他是經過深思熟慮 才考慮參選 而合乎這些零一所說的客觀條件 敢於指出政府施政不足 不是玩玩一下搏出位 有十多萬粉絲的藍營KOL 再加上零一的展影 有些人會猜是華記 我都可以和大家再爆料 再確認那個不是華記 真正那位從這個展影 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我也從來沒見過 他是穿那個展影所穿的西裝和打領胎 這次行政長官選舉 相信會和立法會選舉一樣 競爭激烈 不過我都希望千萬不要搞分裂 新時代下 每一位敢於站出來參選 我都很佩服 雖然中央為我們出手 落實愛國者治港 令政治這個熱廚房可以降溫 但我現在身在其中 廚房仍然很熱 站出來接受市民監察 坦白說 我覺得無論是政府部門 還是立法機關 敢於出來參選 其實都是一份擔當 是要有使命感的 比起同等資歷的工作 其實參政絕對人工不算高 工時也非常長 而且如果要做得稱職 就不可能回到家 放下手機就放下手機 基本上收工之後 你都是不停要回WhatsApp 我自己來說 我可能是接近凌晨 才有時間可以回WhatsApp 通常我自己回WhatsApp 都會有很多觀眾朋友 很多市民都會問我 究竟我是不是本人 的確是我本人回WhatsApp 也可以跟大家說 作為一個從政者 基本上都是沒有假期的 因為人民至上 有假期的話 其實都會陸區和市民一起過 不單止要將人民擺在第一位 亦都要將自己放到最低 四年五年後 要再選再經歷洗禮 是沒有保證沒有保障的 知道這些情況 仍然敢於站出來 願意站出來 證明都是有使命感 有責任感 是很了不起的 我自己覺得 都應該要給他們一點掌聲 我自己一直從政 所以都知道這個情況 但如果這個形勢 都願意站出來 我自己覺得都是值得加許的 我們正常人陣營 不單止會受到 黃妹黃人的攻擊 亦都不像一群黃政棍 叫一下口號就可以 這群黃政棍 叫一下口號 拉一下布 訂一下東西 點一下人數 就收工了 四年五年後 都會有傻傻的小黃人 投票給他們 但是我們正常人的陣營 例如各位觀眾朋友 非常理性 有思想 有智慧 要得到大家的支持 真的要有成績有學識 我不是表態支持人 哪一個做行政長官 因為都不知道到時 真的會有哪一個報名 但是作為選委的我 都會去積極參與 我一定會去投票 盡我的公民責任 而我覺得一直以來 因為香港特區的特殊地位 作為我們特區之仇 就要立足香港 深懷祖國 和放眼世界 必須要了解我們香港的民情 有能力可破解我們香港 積累已久的民生亂象 也要熟悉國情 有能力將我們香港發展 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也要有宏觀的國際視野 有能力向西方國家展述 我們香港實際的政治情況 做到不拖我們國家猴腿 大家對新一任的行政長官有什麼期盼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正常人從政者 就不容易 不像一群黃人的KOL 說完就不用負責任 還反轉豬肚過橋秋版 中文大學的政治與行政學系 高級港師蔡子強說 因為現時的政治環境 令到他意慶難生 所以他即將會在今年退休 也會膽出時事評論 他們一群黃人淡不出 沒有承擔 但我想說 有很多正常人願意承擔 都加入了政圈 蔡子強說 過去十幾年 香港的政治生態 由激進力量主導著 即是指責一群年輕人 一群有港獨思想的所謂本土派 蔡子強說 他們未學會如何進退誘導 甚至錯誤地指控民主運動 在過去30年一事無成 結果越走越激 導致他們現在一家都一鋪清袋 這一點我不同意 我相信我們現在的民主進程 會越走越遠 沒有了一群攬炒派 正正令到我們香港的民主發展 可以越走越闊 甚至如我們基本法所說 可以循序漸進地邁向雙普選 蔡子強說 因為2010年的五區總辭和政改爭議 令到一群反對派的陣營出現了決裂 當時民主黨不參與所謂的變相公投 亦破天荒進入中聯辦 作出談判和支持政改 明明是踏出和中央政府良性互動的重要一步 但他們受到黃毓民為首的激進派追擊 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知道 在2012年反國教事件 2014年的非法佔中 去到之後的旺角暴動 激進派的力量全面抬頭 出現了梁天琦之流 19年的黑暴激進力量更加全面主導了整個反對派的陣營 不單是民主黨 甚至公民黨在群情洶湧之下 蔡子強說在議會內外都和政府作出全面對抗 其實蔡子強想說這件事不關傳統反對派的事 最壞都是年輕人 蔡子強說港獨思想的所謂本土派 主導整個反對派的陣營 帶領反對派的陣營 結果就撞頭埋場 不過怎樣撞頭埋場也好 蔡子強這些所謂的學者 這些黃營KOL之流 就不需要去擔心 因為他們無論怎樣撞頭埋場也不需要害怕 他們從來都不會走向最頭頭 更加會永遠戴著頭盔 蔡子強口說不能完全怪反對派被騎劫 亦不能完全怪年輕人 其實很明顯知道自己訪問的過程中 說了很多怪反對派被騎劫 怪年輕人的說話 所以他有戴頭盔 大家可以看穿他的真面目 因為之後他這樣說完 亦繼續把責任推到年輕人 甚至連黃營討論區都感受到 蔡子強卸卸卸卸到年輕人 大家可以看這個貼文就知道 我想跟大家指出 他這些所謂的學者 明明是教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不過我覺得他不應該做政治學者 應該做歷史科學者 因為他永遠都會說回來 他會說如果當初怎樣怎樣 現在就不會怎樣怎樣 然後一貫反對派的嘴唸 有錯的都是別人 永遠自己是沒有錯的 他這些所謂的學者 繼續在這裡怪年輕人 就說這些年輕人 以動哲都會指控老一輩反對派 在30年來都一事無盛 蔡子強就說這個觀點是絕對錯誤的 他說他必須要平反 臨到退休才夠膽出來平反 他就說年輕人應該要苦心自問 眼見過去一年多失去的東西 有沒有感到唏噓 他就反問如果是感到唏噓的話 他們憑什麼去批評老一輩反對派 是一事無盛 他就說這30多年其實是贏了很多東西 但這30多年贏的東西 在短短一年他們已經輸盡了 其實我不同意 我覺得他們這班反對派不是輸盡了 是輸突了 蔡子強就說是因為有些人太過心紅 是不懂得知所進退 也不懂得因時制意 就將運動推向極端 覆水難收 他說部分年輕人 是極度抗拒任何形式的談判和妥協 蔡子強也透露 這班年輕人很不懂得什麼是政治 他們要求一種完全沒有妥協的角力 贏就要贏了 事事都要跟對方攤牌了 但是蔡子強就說現實的政治不是這樣 可以看到雖然他戴了頭盔 就說不是完全怪了年輕人 但是他怪來怪去也是在怪一班年輕人 我想說如果蔡子強真的那麼懂政治 為什麼19年又不見他站出來跟年輕人這樣說呢 19年他怎樣說呢 我想跟大家回顧一下 他就說有不少黃人認為19年的區議會選舉 他就是變相公投 所以有很多支持黑暴沒有地區工作經驗的黃人 都可以輕易當選自勝 但是作為所謂學者的他 有沒有在當時批評過這個現象是不健康的呢 是沒有的 他還說選民對所謂的運動 實際就是黑暴的期望會提高 其實他這樣說就是在鼓勵黑暴 根本就是叫黃人繼續去衝 驅選大勝你們就繼續 接下來如果你們繼續的話 立選也會大勝 其實客觀的效果就是這樣 雖然蔡子強戴頭盔口說 不能完全怪年輕人 但是去到結論 不單是由始至終都在怪年輕人 去到結論 蔡子強都歸咎於年輕激進派的三個不足 就是經驗不足、急於求成 和對我們中國政治和歷史欠缺認識 他就說尤其第三點 也就是對我們國家政治和歷史欠缺認識 這一點就是最重要的 他就說幾年前他在學堂上 教授有關中國政治的內容的時候 就反過來被學生質疑為何要認識中國 那真是多謝他 原來他那麼愛國的 真的要到他退休才知道 他自己作為講師 如果真的盡能力盡本分 至少他的學生就不會走上歪路 走上北歸路 大家知不知道 蔡子強任教的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就是出了很多黃正棍的一個學系 給大家一個數據 不計中大的其他學系 亞洲州行做過一個統計 我印象尤其深刻 在19年黑暴需要議員當中 385席有18個小黃人 在中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 包括有陳奧輝和張秀賢 佔了大概5%左右 只是中大的一個學系 如果大家在385席撇除那些沒有大學學位 好像陳紫維維維 他的比例會更高 不止是5% 這個可以說是黃正棍的搖籃 教出來的年輕人都是蔡子強的學生 蔡子強作為老師 可以這麼無恥地說不關他的事 都是要怪一些年輕人 為人師表的蔡子強的嘴唸 真的令人覺得噁心 01說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翻天覆地 何俊仁和李卓仁現在都在坐牢 01說蔡子強在訪問當中 一說到他的同伴 不止一次是表達傷感之情 其實蔡子強真的不用裝模 如果蔡子強真的想和他的同伴 齊上齊落齊落獲的話 他可以不要太疏心 脫下頭盔一起走在最前 他現在側身材 其實應該笑都來不及 還說傷感 太過虛偽了 我記得屈姐屈榮言說過 他最討厭的就是公民黨 因為公民黨的政棍 就會用到他的專業和學識 禍害香港屠獨年輕人 而蔡子強這些大學講師 所謂的學者 就是公民黨之流 正正就會用到專業和學識去包裝 他們才是最十惡不捨 最最大惡極的一群 但現在可以看到他們 基本上所有的罪行都不上身 不過可以說不用射球射薄 又或者不需要大腳一踢 為自己解圍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很疼心 根本就沒有落過牆 只是站在牆邊搖其立喊 而傻傻被他們推上前 落了牆落水的年輕人就是這樣 暗部今天也有報導 小黃人因為黑暴而入獄 坐牢後發現自己被踢出口 也有統計數字說到 因為黑暴有4,009名學生被拘捕 而當中有28%被檢控 被捕者當中有1,754名未成年 可說甚至未成熟 而他們過去兩年 陸續都面對審訊 而他們坐牢後 他們的命運都很不同 有些學生在保釋期間 考入到他們心儀的大學 但因為定了罪後 坐牢後被即時開除學職 現在很徬徨 也有中學生在案件未開審 被踢出口 要四處去扣門入學 我覺得暗部這個報導是好的 可以讓年輕人了解到後果 也知道自己的下場 只有他們獨自去面對 但我覺得明暴應該找到 叫年輕人去衝的王政棍回應 希望這些黑暴年輕人出獄後 可以看看當日叫他們去衝的 大王人王政棍王學者王K.O.L. 看看他們的嘴臉 他們現在在哪裡 從而那班小王人可以作出一個反思 可以痛定思痛改過自身 重新做人 有些黑暴年輕人去坐牢 也有些要避開承擔法律責任 離家出走 離鄉別井 穿著對草鞋走天藝 去到英國沒什麼技能 怎麼賺錢呢 就是示威 可以見到這班小王人非常有空 又來每個星期上街 好像上班 而且的確真的上班 因為有良出的 有良知的 繼上星期移居英國的反對派搞示威 正前的星期六 也就是1月16日 一班小王人又搞了一個所謂的 還我新聞自由 一人一信濕爆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動 不過一如以往 他們一班小王人 整班黑暴分子都遮著臉不見面 可以說不見得光 這班黑暴分子在發言是例行公事 相信有份出來說話的人應該可以收多些 說些什麼都不重要 因為說來講去都是那些 但據了解 在網上流傳了一個討論區 他們在群組上的吵架正才得多 從流出群組截圖可以見到 他們的爭論源自有人在現場拍照 將他們的相片放上網 拍到一班黑暴分子的大頭相 被群起而攻之 拍照的黑暴分子很生氣 他就說哪有拍到他們的大頭 就算拍到就怎樣 現在在英國有什麼好害怕呢 他就說 經常要奔向自由國道 現在已經在自由國道 他們自己還要害怕三害怕四 在自我審查 喊吓吓吓 有小王人說自己每個月收緊44磅 每個月大家沒聽錯 他就說接下來要懂光合作用才夠錢搭車 他說每次出去活動都要拍照 每個月份量資只有44磅 即是說不到500港元 可以見到他們的英主子對他們有多好 在香港隨便找一份工 人工都高過每個月500元 然後就有小王人在生 他說在英國的生活非常艱難 他說他現在是每天吃雞胸蛋和加菜 這樣才可以每個月洗不洗100磅 吃雞胸蛋再加菜 我就想說這個是女士的減肥餐 真是好笑 沒有想過小王人都要去到英國減肥 要節衣縮食 一群黑暴分子在英國不想被人拍大頭照 主要是因為不想被人起底 不想因為這樣要承擔法律責任 因為一群黑暴分子在英國現在都在起人底 就這樣說在1月9日 我也有跟大家拍片說 有香港的黑暴分子聚集在曼徹斯特街頭 去舉行示威活動的時候 現場有一名愛國少女90後直斥其非 就罵他們一群黑暴分子拿著港獨撞獨旗 在分裂我們的國家 結果這一名的愛國少女 就被黑暴分子企圖用傘去襲擊 而襲擊失敗後就立即著吵 這也是小黃人一貫只懂得做的事情 不敢承擔責任 之後一群黑暴分子在網上散布 這名愛國少女和她朋友的個人資料 甚至知道這名愛國少女在哪間店舖上班 就故意把她的店舖評得低分些 寫一些惡意的評論 而這名愛國少女的生命更受到威脅 有些刑事恐嚇 最終迫使這名少女工作的店舖 要關閉她們的網上預約服務 這群小黃人去到哪裏都是搞搞震 而一群黑暴分子現在不想被人拍到大頭照 相信怕被人報復式起底 不過我覺得言多必失 出來越多就越容易被人認得 這群小黃人現在疑神疑鬼 真的要送黃人口服役給他們才行 讓他們可以定定驚安安神 其實黃人真的要認識國家發展 如果這群小黃人有正確認識國家發展 就會知道祖國快速進步 西方國家急速退步 那就不用他們去到英國親身經歷過 只知道生活有多如意、多差 港台電視33 在星期六1月15日1年5晚7時半左右 播出反貪腐央視的專題片《零容忍》 內容公開了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 和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玉 浙江、杭州市委、袁書記、周江勇等等 一些落馬的高官對著鏡頭懺悔的畫面 這套一局五集的專題片 由中央幾位國家監察宣傳部和央視聯合製作 這五集的選採源自16個案例 涉及的調查對象有140多名 用了比較新穎的模式 去講解國家推進反腐敗的故事 當中有幾位涉案人士的自白 我覺得非常震撼 我也看了少許,推介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了解到我們中央政府堅持自我改革 為人民謀幸福的決心 國家一直都在進步、改進 正如我在會員頻道折錄的影片 梅艷芳也有說到 說見到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好 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要去支持 而不是去踩 而作為從政者 看到這個專題也是一個警惕 從政者就要不忘初心、不負人民 的確從政路上會遇到很多誘惑 但為了不辜負支持我的人 不令大家失望 都要向各種誘惑說不 今天就是我媽媽的生日 非常辛苦 包容我的工作 亦因為我的工作而要擔驚受怕 希望接下來可以越來越令她少些擔心我 這是送給她的生日禮物 今天都要由早到晚 我現在拍完影片 都要快點回家和媽媽慶祝生日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禍貌和攬叉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 曾經在Jovie Chai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留言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 陳榮欣、Jovie Chain 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集再見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